其實剛剛同學從一開始上到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 設計真的變得好像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沒錯吧 因為你只要負責挑好範本是不是就很好了 就可以成功一半的 因為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 別人設計好你就挑好就好 那反而要回歸過來怎麼樣 先思考一下 你要設計的時候到底要想什麼 對不對 那這裡呢有一個白板 有四組有沒有 有四組 我們這邊不是有四道嗎 對不對 在我這一排的 我左手邊第一排的 你們就用第一個白板 因為我怕你們不夠寫 所以你就進第一個可以嗎 好在我中間中間這一排的 你就進第二個 第三排的 右手邊那邊的第三個跟第四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 可以啦 那進來之後呢 我上面已經先開好了 你會進到類似這樣的畫面 這個 好不好意思 這個白板沒有想到在這邊 大家不能用 所以麻煩各位呢 你可以稍微重新整理一下 就整理一下你的那個one note 那整理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我老師已經把 這個關鍵字想一想 放在最上面的 有沒有 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應該就會看到 那看到之後呢 本來我是希望讓大家 直接在白板上大家可以塗鴉 直接打字比較快 因為剛剛那個白板的話可以怎麼樣 即時的 就是你寫我也寫 大家都同時可以看得到 那現在這個就不行了 就變成說 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聖誕節你會想到什麼 因為其實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當設計變簡單之後 你要回頭過來 回頭過來 先想一想 到底你要做什麼 對不對 這樣才會加快我們的什麼 速度 加快你設計的速度 你比較有正確的方向 因為我們剛剛是屬於比較技術性的 也就是說 你只要會選了 我就概念懂了 PNG SPG懂了 怎麼做區備 怎麼找素材 我都會了 接下來是你要做什麼 沒錯吧 所以這個才是比較真正設計的中心 那我們一般都會用什麼 就會 好像寫作文一樣 會發想一下 今天我有整個聖誕節的活動 那我如果想要 來設計一個活動也好 一個海報 一個主題 那我到底會想到什麼 比如說像聖誕節 有的人就會想到 聖誕樹啦 聖誕島公公 對不對 那如果是南半球的 他就會想到海灘啊 因為南半球沒有下學 對吧 所以 你可以想看看有什麼關鍵字 你就可以把它列出來 那一般來講 等一下呢 我們看一下各位的之後 我會給您看一下 我們用新制圖的方式 來做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原來我們思考的過程 如果你用新制圖 你會發現 比較容易 把你最後的東西 把它怎麼樣 呈現出來 這個大部分同學都已經OK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大部分大家有想到什麼 你看 月嶺他有想到 星星 有沒有 迷路 喔 你怎麼知道要交換禮物 呵呵呵 我有帶禮物來勒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 抽一下 唉唷 還有療癒 呵呵呵 好 所以有沒有發現 每個人想的都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節日也是團聚的日子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 我們看看 人家有想到雪花 藍色 藍天白雲的 對不對 歡樂的氣氛 什麼 這位同學 你比較喜歡吃喔 呵呵呵 全部都是吃的 好 這樣有了解齁 是不是每個人想的都不太一樣 但是這些東西 喔 喔 慧琳 這個我就不知道 呵呵呵 所以你看 每個人想的都不一樣 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 唉 這位同學也不錯 知道用英文打比較快一點 哈哈 好 你來看看 事實上呢 唉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各位 請問你有沒有聽過 聖誕歌大家都有聽過對不對 那有聽過台語的嗎 你沒有 怎麼可能 有一段時間流行台語的啊 因為有一個教會 有啊 在哪裡 我有放在最下面耶 你進去最下面就有 在這邊 我們看一下啦 在前面 在前面 最下面 往上 有沒有台語耶 我可以聽過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這一首 這是自製的啊 這一首也是屬於就是怎樣 只要非商業性使用 就可以那個的 搞不好有些人有聽過對不對 其實旋律還是 基本上還是一樣啦 只是說就是改編一下 所以不見得每次都要 用一樣的嘛 那為什麼要讓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其實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課程 其實是我們這個所謂的 雲端數位時代的系列課程之一啦 我現在講的第四 第四種的 上學期有講過一個 然後呢下學期講了三個 講了三個 那麼你看 平常 這就是我平常在規劃課程的用的方法 像這樣子 像這個 有沒有 有時候我沒有 剛開始的時候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比較亂一點 可是 我都要整理起來 這個是我們上去 那個上個月講的主題 你了解意思了嗎 我會把所有的什麼 就是可能的 我會先這樣這樣收集起來 那也許有些是怎麼樣 完全相關的 我可能就是比較像這樣就是 就是一個主題 然後就123456這樣下來 可是有很多是屬於什麼 突發奇想的 什麼叫突發奇想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有想到 手機跟平板可能跟這個相關 有沒有 什麼什麼跟它相關 這個也是獨立的 這個也是獨立的 有沒有 我突然有想到什麼idea 有些時候你想到的idea 或者那個關鍵字 不見得是馬上跟主題就連在一起 可是你可以記錄下來 等到我們真正在實作的時候 我就可以像這樣子看來看起 最後我再把它整理出完整的 一個比較完整的思緒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嗎 所以其實為什麼大家做所謂的 腦力雞蛋 因為當你雞蛋完了 你的方向就明確了 接下來你只要選好工具 找對素材 是你的任務就比較容易完成 了解這樣概念了嗎 所以我在這一邊 我們的那個任務裡面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任務裡面 有沒有發現我有放那個 一些新制度的講義跟範例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 你可以把我的下載下來 沒關係 我可以借你看 那甚至呢 現在這個smine 你也可以在什麼 在雲端上直接用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軟體的 也可以在雲端上 不要軟體就直接做 像我的這些檔案 我就放在雲端上 但是我用軟體 一樣可以打開 一樣可以打開 所以這邊是給各位 稍微看一下 其實我們真正的目的是 希望說 各位 以後你就可以像這樣 你看我在雲端的 有沒有就很多 我有需要的時候 我都可以下載下來 那如果你用本地端的 也可以 本地端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的那個歷程紀錄會在 歷程的紀錄會在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 這個雲端的 我給你看一下 有一個東西 叫做修訂歷史 雲端的沒有修訂歷史 沒有修訂 但是如果你是單機的 就把這個檔案 存在你單機上的 你什麼時候改過 它的這個歷史都會在 所以你隨時要還原回去都OK 因為有時候也許你會有覺得說 我以前想的比較好啊 對不對 你就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所以這邊是給各位看一下說 其實平常我大概是怎麼樣的做法 因為你看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跟Excel一樣 有所謂的工作 那叫做什麼 工作表的概念 對不對 還有分業的概念 也就是說你可以透過這樣 你可以思考的很多 因為對各位理工科來講 大部分中正以理工為主 所以可能這些東西 對各位來說 事實上是蠻重要的 蠻重要 不只是說用在設計裡面 好 OK 所以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要再來看一下其他的囉